画面上的这位男子 一个人曾与六人发生打斗 造成了三四三种状的严重后果 最后竟然顺利逃亡了14年 而且还娶妻生子 当上了一家物业公司的副总经历 就在他的人生即将到达巅峰的时候 四五个便衣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给他14年的逃亡经历 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是2011年的4月份 山东省滕州市警方得到一份可靠消息 14年前发生的一场特大杀人案的嫌疑人 李福琴目前正藏匿在湖北省的武汉市 得到消息后 滕州市公安局的每一位干警 都摩前擦掌异常的兴奋 因为这起案件发生的时候 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而14年来 侦办这起案件的警员 已经换了一查又一查 都没能将这起案件的嫌犯捉拿归案 为了能找到李福琴的下落 滕州警方辗转了全国十几个城市 上万公里的路程 愣是没找到李福琴一丁点的踪迹 有人甚至怀疑过 这个李福琴会不会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 警方在李福琴的一个亲友那里 得到可靠消息 李福琴如今就藏匿在武汉市 红山区的一处小区内 并且已经坐上了这个小区物业的副总经理 得到消息后 滕州警方在2011年的4月13日 火速就赶往了武汉市的红山区 对李福琴进行了抓捕 不过据警方了解 这个李福琴从小练习过武术 是个一米八大哥身材魁梧的人 而且曾有过一人占六人 成功脱逃的经历 所以滕州警方对待李福琴的抓捕 是相当谨慎 在经过了两天时间 周密的不控后 于2011年的4月17号 在李福琴的办公室内 将他成功抓获 在被控制住后 尽管李福琴还想狡辩 但是当警员喊出李虎这个名字的时候 李福琴最终放弃了抵抗 并且顺利的交代了14年前 发生那些残案的全部经过 案件发生时 李福琴曾是滕州市一家大型化工厂的职工 因为工作能力不错 案发前还被任命为了盖班班长 1997年3月12号的晚上 化工厂的一名叫张中国的职员 婚后请同事们吃饭 在这场饭局里 就有李福琴和案件中的 一名叫刘新伟的被害人 酒桌期间 他们并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不过酒足饭饱离开的时候 李福琴就和刘新伟 发生了摩托车寡碰的事情 按理说 这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两个人因为都喝了不少酒 所以就爆发了冲突 李福琴咱们前面也讲过 不仅是个代班长 而且从小习武身上有功夫 所以在同事面前一向比较硬气 当时就把刘新伟给揍了 揍完以后 李福琴就直接去了张中国家 去闹新婚去了 就把刘新伟自己留在了班长民口 可是被打以后的刘新伟 怎么着也咽不下这口恶气 当时就给自己的父亲打了个电话 说爸呀 我被李虎给打了 你赶快找两个人来给我出气 李虎就是李福琴在厂区里的大号 因为都住在厂里的生活区 所以基本上也都认识 也知道李虎这个人不好对付 所以刘新伟的父亲 就带上了自己的老伴 然后又叫上了邻居家的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也是化工厂的两名职工 从小和刘新伟一块长大 关系比较不错 当时四个人和刘新伟是在他们吃饭的饭店门口会合的 然后又一起去了张忠国的家里 到地方之后 五个人二话不说 围着李福琴就开打 尽管李福琴身强力壮有功夫 但是双拳难递四手 更何况是十只手 李福琴很快就被刘新伟几人给打倒了 据李福琴供述说 当天的白天 他在厂里闲着没事的时候 正好磨制了一把匕首放在身上 所以当时他感觉到自己的头被打破流血的时候 他就从身上把匕首掏了出来 然后朝着身边的几个人 就是一痛乱刺 李福琴说 开始的时候 他根本也没看清楚 对方究竟来了几个人 反正就是见人就痛 最终的结果是 刘新伟和两个邻居家的孩子 当场被刺身亡 刘新伟的父母也各挨了一刀 但是并没有生命危险 最倒霉的就是张忠国 本来是家里办喜事 遇上了这么一茬的事不说 原本是劝架的他 也挨了李福琴一刀子 打完以后 李福琴趁着夜色 就逃出了张忠国家 在逃亡的路上 他还偷偷的扒上了一辆货车 这货车就带着他 一路出了扫装室 接下来他又连续扒了几辆车 反正是车到哪 他就跟到哪 最终就在武汉市落了脚 起初的时候 李福琴在汉口的一处码头 做打包工维持生活 因为这份工作 当时不需要验证身份 可是干了几个月之后 码头就对工人进行了一次登记 李福琴就只好偷偷的离开了 这一次的遭遇 也让他知道了没有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早晚会被发现的 所以他就用这几个月赚来的钱 找人做了一张假的退役无警证 利用这张假证件 在一家物业公司 应聘到了一个保安的职务 因为害怕自己的身份暴露 从此李福琴就一直寡言少语 从来也没有与人发生过任何的冲突 一直是勤勤恳恳 任劳人怨 给人一种沉稳的感觉 就这样李福琴竟然从一名保安 一直干到了副总经理的位置 期间他还与当地的一名女子结识 并最终结婚成家 婚后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08年的年底 李福琴还在他任职的物业小区 贷款买下了一套 价值50多万的房子 也算是成家立业 事有所成了 在2010年的时候 李福琴就偷偷的回了老家一趟 这才东窗事发 落入了法网 从整个事件的起因来看 这就是一场简单的摩托车夸碰 竟然引发了一场这样悲惨的事件 但是整个事情还有一个隐秘的主要诱因 是李福琴没有讲到的 这是调查员在被害者刘新伟的父亲口中得知的 原来李福琴曾在场区里 有一个交往了两年多时间的女朋友小梅 而在事发的一年前 李福琴和小梅两人 突然因为感情不合分手了 后来小梅又和刘新伟谈起了恋爱 这就让一向有些自傲的李福琴 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了 反正从那开始 李福琴在心里就对刘新伟有了敌意 所以说这件事情 可能是引发惨案的一个主要诱因 当时得知李福琴被捕的消息 在武汉和他一起工作了好多年的同事们 都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在他们眼里 李福琴一直就是一个忠厚 耿直的标准的煽动人形象 谁都没想到他竟然隐藏的这么深 而比他的同事更加诧异的是李福琴的妻子 因为李福琴向妻子隐瞒了他来武汉之前所有的事情 他跟妻子说 自己是跟家里的长辈和兄弟打架后妒气出来的 所以这么多年来 李福琴没跟家里人联系 他的妻子也一直没怀疑过 甚至是他的妻子只知道李福琴的老家是在山东 至于详细的地址他都不知道 所以被捕后 李福琴就给警方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就是要和自己的妻子见上一面 你没在书 然后你爸就要带好 所以以后你可能放不去 就把你买卖 我跟你说一个我老家的弟子 比如说 这样 咱们找个笔 我一顿一顿 会不会 快去 我就想帮你 可以 这一天 这几天 这个 怎么会 这么